机场大厅挤满的人一片混乱 还有人干脆带着行李 直接睡在地板上 中国海南COVID-19疫情再起 三亚这个月已累计超过800人确诊 6号早上突然宣布封城 目前人在三亚或是7月23号以来 有三亚旅游时的都不能离开 限制人员流动 公共交通也暂停 除了火车票全面停售 机场更是一团乱 八成航班被迫取消 甚至中途折返 正值暑假旅游旺季 至少8万多名游客 因此被滞留 吃住成了大问题 虽然饭店提供半价优惠 可以续住但七天后想顺利 离岛票价水涨船高 暴增约十倍甚至只剩商务舱 就是觉得这边的麻增管好吵 我都没什么看到 这种旅客勉强苦中作乐 但好不容易迎来的暑期市场全停摆 约三点二万家旅游相关企业 受到严重冲击 三亚因毕业点五入侵导致封城 中国防控清零政策 采取铁腕执行手段 想用最快速度阻断疫情 不只徒劳无功还苦了 市井小民 三地新闻陈思伟报道